这些父母正赶着让自己的孩子送死 但孩子们反而很辛苦 因为他们即将参加一场考试 通过考试就能成为上流人荣华富贵 但没通过的话 不是发疯 就是死亡 考试通过率只有万分之三 但报名人数仍络绎不绝 第一关是堆积木 但和我们平时堆积木却不妥 他要求参赛者从面前一大堆散块中找到 是的 在三分钟内组成至少九个正方体 否则就会死亡 比赛正式开始 众人都风抢散块 而伦一颗小黑却抢不到 金克斯好心帮他抓来大马 却遭到其他人的冷嘲流 时间即将结束 白哥却只拼好了八个 眼看自己玩不成 他竟直接抢了路人甲的方块 摆在自己桌前 路人甲想抢回来 却被考官淘汰 因为这里只在乎街舞 白哥活了下来 而另一边金克斯也只拼了八个 就在他绝望之时 小黑出手 八个小正方体组合成一个大正方体 金克斯侥幸过关 而更屌的是了解 他直接拼出了十一个 第一关结束 通过的人到食堂吃自主餐 简单的食物对他们来说 却是极乐盛严 因为在未来 食物和淡水严重短缺 所以人类社会被分成上流人和下流人 上流人住在皮城锦衣玉石 下等人则困在祖安石部 下等人变成上流人的唯一方式 只有通过成年时这唯一一次的选择 才能前往皮城 祖安人和阿燕一样 都很不满这个制度 于是成立了地下组织光荣团 目的就是搞破坏 大家还在聊天 可突然来了的考官 直接拖走了金克斯和他的闺蜜 然后给他们抹上黑泥面膜 带到了小黑屋 因为考试负责人杰斯收到确切消息 有一个光荣团卧底混进了此次考试 而卧底就在金克斯和闺蜜两人之间 很快两人便被带来审问 保安撞解给他们两分钟时间 自己坦白 自己在进来时必须得到答案 要是没人承认 就只能把他们都杀掉 随后就走了 两个女孩刚开始都哀求对方承认 都说自己根本没加入光荣团 可时间就要到了 没有结果两个人都得死 金克斯突然对闺蜜说 我们肯定被冤枉 与其等死还不如拼死一搏 等下安保姐进来了 看暗号我们一起动手干掉她 抢了她的枪 然后逃离这里 闺蜜点了点头 时间一到撞解走了进来 金克斯也发出了动手信号 两人直接给撞解扑了上去 可没想到 金克斯只是站起来整理了下发型 而闺蜜却扑上去后 被撞解直接开枪打死 原来金克斯才是沃敌 来之前光荣团长老阿言告诉她 她的大哥 正是死于考试负责人杰斯之时 所以她的目的就是通过考试接近杰斯 然后复仇 看着地上的枪 她当想捡 可却被赶来的杰斯抢先一步拿到 难道要死了吗 索性杰斯以为光荣团沃敌已经死了 没有抱她的头 而金克斯也被重新送了回去 半路上她想到考试的残酷和闺蜜的贪死 终于忍不住哭了 同时她也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通过考试杀掉杰斯 为哥哥和闺蜜报仇 回归队伍 金克斯和小伙伴们来到了第二馆 几人被带到了一个案发现场 这关考的是他们的逻辑推领 考官让他们分析出蓝色衣服女人死 大家都在积极寻找线索 突然大壮跳了出来说出了答案 其睿智的表现立刻得到大家的称赞 而只有小黑一动 仿佛陷入了沉思